- 毛孔变大的原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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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毛孔变大的原因有两个 - 一个就是被粉刺称大的 - 另外一个则是你的胶原蛋白 - 跟糖粒蛋白流失了 - 我们先来看一下粉刺变大的这个原因吧 - 粉刺变大呢 - 我们可以先从粉刺的组成来看 - 粉刺的组成是由角质以及油脂所组成的 - 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- 会让油脂跟角质异藏的增生呢? - 我们有几个原因可以看得出来 - 第一个是温度 - 根据文献的调查里面发现了 - 我们的皮肤每升温一度C - 就会造成油脂多分泌10% - 所以温度越高 - 我们油脂的分泌就会越旺盛 - 而油脂越旺盛 - 当然就会造成粉刺的问题更多 - 二个则是保养品太油了 - 我们知道我们皮肤的油脂跟角质会形成粉刺 - 当然保养品中的油脂跟我们的角质也会形成粉刺 - 另外则是喝酒 - 在冬天的时候 - 我们喜欢喝酒让身体的暖一暖 - 而这个暖一暖呢 - 也就会让我们的体温上升 - 我们的体温只要一上升 - 油脂当然也会跟着变多 - 刺激的部分则是来自于保养品以及空气污染 - 我们现在的空气其实还蛮糟糕的 - 像是PM2.5 - 其实如果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 - 是很容易造成我们皮肤产生微发炎的现象 - 而这个微发炎的部分 - 除了会造成我们皮肤的温度上升以外 - 当然也会间接地影响我们的粉刺 - 最后则是荷尔蒙的部分 - 可是荷尔蒙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很难改变了 - 不过这边我有个地方要稍微多提一下 - 就是晚睡的因素 - 如果你习惯熬夜 - 那么你的荷尔蒙可能就很混乱 - 当然你的油脂跟你的粉刺也就很难控制 - 而胶原蛋白以及弹力蛋白的流失这个因素呢 - 则可以分为三大类 - 第一个是紫外线 - 第二个则是抽烟 - 第三个是不当的外力 - 紫外线呢 - 顾名思义就是你没有做防晒的动作 - 而所谓的抽烟则是会在我们体内留下大量的自由基 - 这个自由基是会攻击我们的胶原蛋白的 - 再来不当的外力 - 从我之前的按摩影片中也提到了 - 当我们施加推拉的力气的时候 - 或者是太用力的按压我们的肌肤 - 比如说我们要挤痘痘挤粉刺 - 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 - 很容易就会造成过度的拉扯或过度的挤压 - 而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及弹力蛋白断裂 - 断裂之后就会很容易留不住 - 那综合以上的几点呢 -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让我们毛孔变大的NG行为了 - 喝酒、抽烟以及晚睡 - 如果你有这些情形的人要特别自己的注意一下咯 - 再来则是保养品的NG行为 - 例如说你保养品用的太油、太刺激了 - 或者是说你没有做好防晒 - 以及你常常挤痘痘挤粉刺 - 这个部分都会造成你毛孔变大哦 - 那如果你的毛孔已经变大了 - 我们要怎么挽救我们的毛孔呢 - 我们可以先从保养的部分下手 - 比如说使用正确的洗脸手法 - 而正确的洗脸手法我之前已经拍摄过了 -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- 另外呢就是使肌肤降温 -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温度是造成油脂的最大关键 - 很简单的就是平常呢 - 可以用清水稍微泼一泼我们的脸使我们的肌肤降温 - 不然的话可以使用类似保湿喷雾这样子的产品 - 也可以时时刻刻的为我们的皮肤达到降温的效果 - 再来则是使用酸类的精华液以及凝胶 - 因为使用酸性的物质呢 - 可以去除我们的老肺角质以及收敛我们的油脂 - 同时达到了一个使粉刺减少的效果 - 可是敏感肌在使用酸类产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 - 必须要在医生的指示下使用 - 如果自行使用酸类对于敏感肌而言是风险很高的 - 而在这个地方我建议的酸类产品是凝胶以及精华液这类的东西 - 而不是乳液 - 原因是因为乳液呢会使酸类的成分效果降低 - 而一开始呢在使用酸类产品的时候 - 我都建议从低浓度开始使用 - 可是一样的价钱当然买越高浓度的越划算啊 - 乳液哦 - 原因是因为高浓度很容易反效果变成太过于刺激 - 而太过于刺激我刚刚也提到 - 就会使我们的粉刺变多、油脂增生 - 也会造成毛孔变粗大 - 而在使用了酸类之后你的毛孔应该也已经通畅并且干净 - 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大小了 - 如果你还不满意的的话 - 可能就只能借助于医美的方式咯 - 医美的方式除了能够抑制皮脂腺的活性 - 还可以降低我们油脂的分泌 - 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到达肌体层增生我们的胶原蛋白 - 同时满足了毛孔缩小的两大因素 - 最后要提的是毛孔跟我们其实是共生共存的 - 我们可以试图的让毛孔缩小 -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妄想能够让毛孔完全消失 - 毕竟我们的皮肤是会产生油脂的 - 如果没有这些毛孔,我们的油脂要怎么排出来呢 - 好,在了解了毛孔的成因以及为什么会变大之后 -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平常的作息 - 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有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- 以及在保养品的使用上面,有没有东西需要做调整 - 谈完了毛孔,下次我们来谈一谈粉刺的部分吧 -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,拜拜